好 那第一次这个 器官捐赠签卡活动 在花莲慈激医学中心展开 现场架设互动式数位设备 实际模拟器官功能 现在年纪最大的捐赠者 是96岁捐演讲 透过护理师的说明 让民众更了解器官捐赠的知识 进而也签署器官捐赠同意书 捐出去一个半数人家 就在那生活下去 把这个生命延长 全台湾目前有9000多位病患 在等待器官移植 但每年愿意做捐赠的 却只有300多人 去年底卫福部也有新增一个政策 就是有心脏死后的器官捐赠 不同于以往脑死的器官捐赠 可以让我们器官捐赠的人数 可以慢慢地增加 然后让这些等待移植的病人 不要再受苦 人的身体势必凋零死亡 透过器官捐赠 能够化无用为大用 造福更多等待重获新生的患者 大约新闻 杨爱婷 邓明仪 花莲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